我現在帶一些人看看可不可以 安然度過這十年啊 聽懂沒 我當然知道你 我當然知道啊 你們這個不算啊 你們有機會但不是啊 我還在考慮啊 我到底要 對我來講是機會 未來十年是有史以來最棒的機會 大翻身的機會 但是駕馭他 了解他 我們就是 但是沒有辦法的反而就被捲了 那他這個你不要想說未來十年 你搞不好這十年過不去 我跟你講那個周海媚是吧 周海媚這個東西太多人在講 他八字他的性命也在聊 我其實不喜歡談這些東西 因為每個都事後出格 然後他去做那個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心血管疾病的絕對不會只有什麼 只有他一個 聽懂的答疑 你以後會發覺在路上有人突然就倒 這個只會越來越多 知道嗎 你沒有去看數據你不知道啊 多少人現在開始有心血管的問題 為什麼 前因造成的後果啊 好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們來談這個段法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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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我們開始 好 我跟你講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其實真的很重要 不是只有學期們 人生也是一樣 我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我剛剛上網去看了一下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 常常會做的行為 這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貓在幹嘛 貓在追這個影子 有沒有這隻貓 看到打一 有沒有看到貓在追影子 你拿個手電筒在那個 在那個地上啊 啊 啊 在那邊 哇 這為什麼 啊 在這裡 看一下了解 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還有我們的學習 有沒有看到 大家在學習的時候 大家在看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 都是在幹嘛 都是在看那個影子 這影子會變來變去啊 因為不是那個投影員啊 這個現在很多影片也會跟你講啊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改變投影員就改變你的世界 問題是你 你沒有辦法 你知道你就做不到啊 有沒有看到 跑去 是不是 所以以前那個 柏拉圖就講過了啊 我們學奇門很多人也是 沒辦法是為什麼 因為他看了就是最後最後最後那個啊 我跟你講啊 那個本就是那個本村看不到 那個本村看不到 那個背後的真相 啊 實相看不到 老師你這次為什麼這個時候 這一次你要這樣子斷 上一次要那樣斷 啊 大家看到這個影子 這個是結果 那你們也問我問題也是問這個 老師 啊 有試害 他這個有 比如說像之前 馬來西亞一個同學就問啊 老師他有那個什麼 他有那個什麼 他老公外遇 可是他老公何干沒有直服 聽懂的打一 何干沒有直服 我找不到他外遇的跡象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地上在施 天下雨 這個就是低微 因為有直服 有外遇 是吧 那你現在外遇 就也可能有外遇 地上施 是因為天下雨 也可能有人潑水 也可能消防酸漏水 都可能 那你現在就是要背一個東西 外遇一定是什麼 那如果外遇還有其他可能 哎呀我腦袋瓜就瘋了 為什麼 老師啊你別勉強我啦 我這個腦子低微腦啊 你跟我講兩三種可能 我就學不了了 聽懂了打一 我取用神的部分 或者今天看符號 你在跟我交流就不行啊 因為我腦容量有限 你知道嗎 你不要再跟我裝了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沒有這樣訓練 你不要跟我囉嗦 你就告訴我一句話就好 有沒有聽懂 這個就是表象 你看到這個影子 他可以千變萬化 他碰到不同情況 他用這樣 他用這樣 可是其實他就只有一句話 他的本源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影像會很多種 不管這個是黏密 這個是方位 還是什麼 還是這個是數字 都可以 因為呢 人以類去 去 物以群分 這時候這裡面這句話 《易經》的細節已經告訴你了 同類的成為一類的符號 像房子 像人 而人 人這個類裡面 要怎麼去分 怎麼去分彼此的不同 以這個人最大的特徵 比如說時間 房子用方位 然後呢 還有很多種分法 冰塊跟冰跟水 可以分硬度 可以分溫度 那 那 他的原則就只有一條 能夠把它分清楚彼此的不同 比如說牛肉麵店 比好不好吃 金桶的打一 這是最好吃的 這個是最難吃的 人長得高的 長得矮的 就可以分 他也可以怎麼分 便宜不便宜 金桶的打一 這個最貴 價格高 這個最低 還有呢 離我家是遠還是近 金桶的打一 我告訴你這影子可以分很多種 你分高地 你學這個永遠學不完 因為這個可以分化成幾千幾百萬種 而是這個人 開盤的人 求策人來了之後 他想要 他的想法 看法 他的角度 是 在乎麵好不好吃 另外一個人來 應該是在乎這個麵 這個 吃的牛肉麵 跑那麼遠 然後要排隊 我們家附近不就有了嗎 他是根據遠近 那另外一個人一樣 那老師啊 你怎麼這個時候用這樣分 取用神 那樣子又用這樣取用神 你又這樣用 因為你都在追著影子跑 聽懂的打一 因為根源在這個人 他怎麼看的 他想要什麼 所以老師就用這種取用神法 你這樣追這個東西 我可以再給你寫一百個 你就是背不完 聽懂的打一 你們現在在學棋門會看到這個 那你看看喔 喔 原來 這叫做柏拉圖的洞穴 跟那個貓一樣 你就去追那個影子 你學棋門就追這個 那你當然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真正時間在哪裡 成就就在哪裡 你時間花在是什麼 要用這種工具 你才有可能怎麼樣 然後慢 靜下心來去思考 叫文 詩 會 聽到了 看到了還要自己去思考 想不通 可以來問自己老師 我不要問 你不要來問我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你問十年問不完 更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你這次問了 你現在是又忘了 我告訴你在初中高 人家人 只要看用神 因為人大於是 為什麼要去看十干呢 我 你們是天生反骨跟我作對 是不是 叫你們不要看十干 你campaign每個人都去看十干 聽懂的答應 我什麼時候跟你們講 斷感情斷官司 要看十干 所以我告訴你 你的潛意識裡面 已經被深深置入了 而你渾然沒有察覺 因為你告訴我 你根本不知道跟子晴老師 斷法差在哪裡 因為你呢 日干為人 你實干為事 我告訴你 那哪一個人來斷盤 不是看事 那事是誰做 人做的啊 那全部看十干 不要看日干就好啦 有沒有聽懂 聽懂嗎 打八八八 我幫你把它分清楚 人家人的時候 討債也一樣啊 你現在只會一個 為什麼 都低為腦啊 日干為人 實干為事啊 事分不同 我不管 老師你搞得太複雜了 你還人家人 人家人 我給你用在 事階段裡面一整頁 六種情況 全部幫你飆出來 然後接下來 什麼情況用人家事 要用到實干 第三個跟你講 你有沒有把這個東西 回去跟我聽清楚 還是你完全忘了 你如果真的理解了 你不會忘 你真的可以活用 你如果沒有告訴你 你在十年都學不會 為什麼 你在一個月後又忘了 所以為什麼官司 我不看實干 討債不看實干 我講了多少遍 為什麼 從來沒有察覺 因為你關注的是意志 我在怎麼講 你還是意志 你的潛意識已經被降為了 你永遠在看什麼 因為這個怎麼樣 簡單 進龍打一 維度怎麼樣 一 人現在所有的大腦 都被訓練成第一為腦 我花這麼多時間跟你們談 最後一次 你再不這樣 我可以跟你講 我每一班很多情況 想到我自己都覺得煩 大家還是聽不懂 還是沒有去刻意練習 你在那一章 我得回過才講出 講前面的 因為喔 你不要想說 老師你講以前的課程 我們已經學過 我告訴你 要過我這一關 你們那個水準 要過我這一關 差太遠 有沒有聽到 因為你在那邊駐留的時間太短 回去都要重練 太極權是要跟進往下 要下沉 不能夠太快在上面飄 你們現在就是每一個部分 其實一個晚上 你真的坐在那邊 泡一杯茶 好好把那一段聽五遍 聽到懂不懂問那一段 我告訴你 真的已經扎了根了 它就不會飄了 不會忘 可是你們就是 有聽 上課聽 回家趕快聽路易 結果啊 沒有聽進去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東西 我那時候 2014年除夕 我自己在房間裡面搞了五天 這五天就結束了啊 跟無綱發術一樣要一次又一次 下一次你又忘了 你又來問 因為下一次又情況變不同了嘛 你開始問感情了 隔了一個月之後又官司又討債 討債跟官司是同一類 就是日月 是吧 兩個人跟人 所以我在 所以我在講那一段的時候 你們真的有沒有了解老師到底在講什麼 聽懂嗎 我就是怕你們不知道不會用 還把這張寫給你們看 你這裡有看到石干嗎 這邊問人 你這一張到底有沒有看懂 我當時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後來給你們 後來我那天不是都給你們一個嗎 我還怕你不知道 我很少看石干感情 我根本不看石干 這個地方我根本沒寫石干 那因為問世啊 問世都是石干嗎 那哪個人不是來問世干嗎 那老師為什麼又說日干大於 人大於世 沒有看日干公 不准看別的溝 這句話有沒有聽到 那問世的時候怎麼講 這個不是一次就結束了嗎 聽懂的打一 這個需要花一輩子嗎 就代表這個地方根本沒有了解 所以你一直跟那個貓在追什麼 啊後面的事態 又前面的 沒有一個東西進你的 沒有內化 功夫沒有上身 根沒有紮實 你根本沒有吃進去 它跟你是無關的 那後面有講例子 我在講什麼錄影 我告訴你你全部忘光了 所以我跟你講 你在聽多少遍錄音都沒有用 因為不是那樣聽 不是那樣回看 問世的時候告訴你 這些都跟你講 防止失誤 我幫你飆出來 第三個來講 有沒有聽懂 這個最難 兩個打包 所以工作裡面 為什麼分為ABC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定位 那你這個步驟定位 沒搞清楚 你後面就是 都是怎麼樣 你方向 你比如說我今天要去那個 GPS導航定位 是吧 你連去的地方都不對 看的工位不對 那你後面怎麼會對 那一名老師 再多加一句話 還有那個誰 那天誰講得很好 是在別班還是這一班 我告訴你喔 關起門來 我們自己都是怎麼樣 來學習的 有問題會犯錯 都是正常的 老師在台下教你一遍這個拳法 然後你再打一遍就有看 我跟你講這個姿勢要調整的幹嘛 所以我告訴你 我把你們當自己人 從我心底裡面直接跟你講 我不跟你客氣 也不跟你囉嗦 你很棒 你很好 我跟你講這樣子你會喜歡我 問題是你學不到 所以我跟你直接講 聽懂的答義 你如果不喜歡我 你覺得被受傷了 你覺得沒面子 那你可以怎麼樣 你以後可以不要找我 沒關係 好不好 我也尊重選擇 我只是跟你講 這樣子比較快 好不好 我那麼多學生 我沒有時間 還跟你客氣來客氣去 你這樣印象才會深刻 這個定位的部分 你定公位 一個晚上把那一張錄音 好好聽懂了 下一次碰到案例的時候 拜託你 不要相信你多厲害 回來再把錄音聽過一遍 再回來開盤 再來看這個盤 照你錄音所講的 老師講的那個定位 是ABC哪種情況 聽懂的答義 那你如果不知道 就不知道怎麼用啊 對方出拳這一招 我該怎麼破 這招的哪一招 你怎麼直接在群裡面開盤 直接問咧 直接斷咧 你要回去找到那一段 所以慢就是快 所以你們要斷一個盤 前面三個盤 五個盤 你沒有資格開盤 或你開了盤 一定要照這樣子做 你才練出來 我告訴你五個盤 十個盤 你就通了 你不用開 你如果還要一直開盤 每次都問 代表你前面功夫不扎實 聽懂的答義 我告訴你 講起來心狠 你們會很難過很痛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不改變 老天就會用痛苦 來讓你改變 不如怎麼樣 反正身頭一刀 老天用的痛苦 絕對是你比較難承受的 不如我們關起門來趕快自己 怎麼樣 坦白從關 抗拒從嚴 有沒有 聽懂的答義 我們現在學習嘛 英雄不論出生低 以後我們出去的時候 哎呀還可以講 當年喔 我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這些 屁小孩都不知道 當年我有受過什麼的 知道嗎 還可以談笑風聲 是吧 所以喔 告訴你 這個定位那三張 當你開個盤的時候 不要來這邊給我問 你回去先找到這一段 看完了 真的不懂了 老師那時候一拳一招教你的 然後你有沒有照著做 你自己要自我覺察 聽懂的答義 不然以後我不在了 你就沒辦法自己斷盤啊 而且老師在弄其門的時候 老師沒老師 我所有東西都得自己想 當我沒有人可以問 我就會變強大 為什麼 我沒有人可以依賴啊 當沒有疫苗的時候 我的抵抗力就要變大 聽懂答義 哪像那麼好還給你問 我得翻進所有的書 現在只要你們回去 把當時的錄音 再看一遍聽一遍 找出來之後 然後接下來才第二遍 老師在講這個像法的時候 講了哪些東西 我該怎麼樣去讀下 你這樣只要走過一遍 恭喜你 我告訴你 學生裡面有一個禮拜變高手 他所寫的每個字 我都不用改變 聽懂的答義 我說你怎麼突然都會忘記 老師我告訴你 你的錄音 我那個禮拜聽完 因為台灣是一個禮拜上一次 我至少聽五遍以上 因為這個人曾經花了請家蕩產 學了風水 然後老婆兩任都離婚 身上不到一百塊 回家找媽媽吃飯 然後講了一句 你們風水都是騙人的 在網路上 後來有人跟他講 你是沒有找到對的老師 就帶他去 從此以後風水功力很強 他來找我學期 這個人非常自負 小六老師都知道 他來學的時候 一開始學費台灣的初中高三騎拳腳了 做第一排第一個 我告訴你 他學到一半就變高手 我跟他講 你不用來學 聽懂的答義 然後他那個人 聽起來就是很喜歡開玩笑 同學問他 你怎麼變你怎麼那麼厲害 他說你不要看我這樣都跟你開玩笑 老師的錄音以前沒有視頻 我回家至少聽五遍 徹底研究 甚至有時候搞到天亮 他這樣一個禮拜就搞定 對啊陳老師 不是第一班 應該不是第一班 他在小龍後面 他在小龍前面嗎 忘了 我那時候這五天搞奇門 就是把所有的找得到的網路的書的 我開始去研究五天之內 我桌子上就是 我看書絕對不是只看一本的 我所有都擺著 買個便當或者幹嘛 然後我就開始怎麼樣 看五天之後我出關了 看懂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們這個不是有聽 我跟你講你再聽一百遍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一次聽進去 我們回過頭來講這個二十法絕 這個丁頂大名的二十法絕 知道人不多 告訴你知道人不多 老師這個斷絕的部分 其實來源來自於奇門民法 聽懂的答義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奇門跟頓甲跟大六任 這個外面很多老師很多坊間都不清楚 奇門頓甲他這個是一個怎麼樣 這個上古三四 奇門頓甲大六任太隱 他這個起出來這個是一個全息盤 可是根據你這時候的用事盤 就是你現在到底要問什麼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提取跟篩選的構成 聽懂答義 就是這是一個包含所有的 就像塔羅牌有七十八張 那你現在問這個的時候 我要從七十八張裡面抽三張牌 抽幾張牌 這個部分有一個提取的過程 而這一段呢 被刻意的給他刪掉 聽懂答義 也就是如何使用這個部分被人家幹掉了 這叫 那這個叫禮法不明 然後斷了傳承 為什麼 因為他是帝王之學 所以呢 各說各套 這個盤就變成 誰拿到誰就 就像你現在把那個平板電腦 丟到其死亡的時期 拿到那個東西他們怎麼用 沒人告訴他這個 這個是怎麼用的啊 因為他使用手冊 還有他的原理 造勢的原理都沒有人講 他的用法沒有人說 他沒有使用說明書 所以大家就開始 亂用 可是大六任有 聽懂的答義 大六任有留下來 因為大六任他是民間 算個人的普掛 這個是兵法 帝王之學 所以這個不讓他學 可是呢 大六任有留下來 因為大六任跟奇聞頓甲 就等於是陰跟陽的兩面 一個是從 天球看地球 一個從地球看天球 一個從上往下看 一個從下往上看 這兩個是一體兩面 這個用地支 這個用天干 這兩個是同一件事情的 兩個不同角度 聽懂的答義 好啦 所以呢 大六任跟奇聞最大不同 是因為他有三轉四刻 什麼叫三轉 這個叫時間 就是他會起出剛剛奇聞盤 他只看這個喔 可是你看現在奇聞盤裡面 好多甚至外面講 喔好厲害 滿盤怎麼斷多厲害 我跟你講就是在湊答案 我學奇聞的 我搞奇聞的 我看你這樣斷我就知道 你們要胡扯 但是我不能講啊 因為人家名氣很大 聽懂的答義 大到可能還被關呢 怎麼辦 這個我就知道你早晚出事 是吧 但我們那時候不講 是吧 三傳四刻 三傳是什麼 時間 叫初中高 初中末 初傳 初傳 中傳 末傳 這個就是一個事情演變的三個階段 我現在呢跟你怎麼樣 我打不贏你 可是未來不一定 這叫三傳 它代表時間 四刻是什麼 四刻就是這樣 跟那個八字很像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一個叫主 一個叫客 這個叫什麼 主客對待 像我們的日食一樣 這叫空間 所以它就可以針對人事物 它未來發展的趨勢 還有彼此之間的 力量的校對 就是進而關係 所以我跟你講 非常嚴謹的 這個部分叫九中門 起初三傳四刻 非常複雜 而奇門這一段 沒有 聽懂答義 所以衍生各門各派 大六任的三傳四刻 基本上大家有共識 所以奇門民法是什麼 它屬於民間系統 它就是把奇門 講白一點 雖然不一定百分之一百 完全的詮釋 六任話 聽懂答義 使了奇門遁甲 各縮分與莫中立式 開始比較有一個 奇門遁甲我跟你講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在於預測不準 聽懂答義 老師 你講了半天到現在 我講說 它最大問題是預測不準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看 定位公位就不一樣 你同一個盤裡面 十個人還斷 十個都不同 為什麼 沒有一個過程 一個SOP 從A走到B 導出正確的結論 我告訴你 你去普掛還比較準 你去廟裡面 石碑還比較準 你丟銅板都還比較準 你把簡單的預測 變得很複雜 因為呢 這個路線怎麼走 不知道 所以每個人走不同的路 出來會不同結果 像這種比較低微的 一翻兩瞳眼的 直筒板 直筆 我跟你講 你那個拿書 全部翻 隨便拿一本書來翻 奇數的 單數的叫做 YES 偶數的叫做 NO 都比這個奇門斷的 怎麼樣還準 聽懂的答義 可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看到 全息 廟裡面 嗯 我跟這個男的 可不可以在一起 不可以 請問為什麼不可以 哇你在那邊拆半天 不知道 奇門斷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 他全息盤 對方有 已經有結婚有老婆了 或者這個男的 是個渣男 哇很棒 是吧 那奇門 那那個講的全息盤 又變成臭答案 你現在去學了很多 奇門盤可以模擬萬事萬物 那麼多工位 怪話 我哪一件事情 不能從奇門盤裡面得到答案 那你們就眼睜睜的看著說 哇 奇門端好厲害 我告訴你 等到要斷未來的時候 入境不唯一 我告訴你 你怎麼得到結論 所以奇門學久了 你會發現事情 我還不能去用六搖掛 我還不能去怎麼樣 用液晶就是四掛 譜出來那一掛還比較準 因為他至少比較唯一 所以學奇門的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有學奇門的樂學這個時候 這個是 這個叫做 喬老先生 清朝的喬老先生 他是一個奇門的癡狂 而且他自學嚴謹 自古以來 包括風水也一樣 能夠本身自學嚴謹 不是將無數數亂搞的 就是這種專業人才 結果不去求取公民 專門在搞這種人不多 因為以前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三教求流 考不上狀元搞過幹嘛才來玩的 所以這裡面要有一流人才能夠研究這個東西 然後又非常認真負責 不是以此為業 為了這個東西市場考量 為了要能夠割 割韭菜 講一些唯心之論 這種人不多 而喬老先生是這種 他又稱為龍福山人 奇門民法 為什麼叫做民法 一鳴驚人 你看一開始 他自訊 素素是家 為奇門家 非他即可比 你看 真之於素 出自於河圖洛書 所以指揮斗樹 跟西方沾心學 不一樣 不要再跟我講西方沾心學 指揮斗樹很科學 是因為 它是我們的沾心學 不是沾心學 再講一遍 它的造勢原理 是來自於河圖洛書 我們現在為了要科學 就講說指揮斗樹有這個東西 那它的心是什麼心 指揮涵幹嘛 我告訴你 那個是影子 那個是為了讓人 能夠了解 什麼是素 所以借用 道葬裡面的心觀心直 或者天上的指揮 來讓你可以理解 因為人只能夠理解 那一個 就像老師在教書的時候 我用螞蟻來取定 用螞蟻跟人的二維跟三維 來讓你類比知道 三維跟四維是什麼 但是它只是一個投影跟分身 請大家答應 指揮斗樹是太舊本源 它本身抖樹的樹 不是樹樹的樹 是樹字的樹 九宮八卦 真之於理 天文地理 是吧 陰陽消息 你看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有學得其門的 帝王之學 不是因為年代久遠 真經久義 武席的聖王皇帝只傳其心 為民發其口 就是不利文字 因為這是帝王之學 就這樣講 言傳豐厚神章 明天會講豐厚奇門 一人之下的豐厚奇門 改變時空 因為豐厚是我們的老祖先 他是豐氏一族 第一個輔佐皇帝的 就像諸葛亮輔佐劉倍一樣 是豐厚 是豐厚 是豐厚把奇門遁甲 立為文字 我們現在才學得到奇門遁甲 聽懂的答義 豐厚 他是豐氏一族的後人 他們擅長於操縱大自然的天氣跟預測 官家說越早的人 越跟大自然 跟道怎麼樣 越接近道 豐厚是怎麼樣 所以豐厚所做的奇門 叫豐厚奇門 叫豐厚神章 什麼龍甲神章 脂肪就是瘤 瘤什麼 脂肪就是那個誰 那個寒 是吧 劉邦的就是誰 張良 張良 對張良 一下子忘記張良 我一直想到寒寒寒 張良 寒 張脂肪 對不對 也只有林奇音 只有聽到 沒有官奇色 這個後面後面很多 一直講 啊 就告訴你 一旺倒旺 一盲隱盲 所以呢 這些爭執都淹沒了 那這個人是怎麼樣 從小 就專門供奇門 有沒有 跟你們一樣 花很多錢 拜訪名師 佛求諸史 後書數十餘籍 都奇門 獨子千百全益 有沒有看到 結果書裡面 南策 北策南緣 一個講那樣 然後 這個不對 那個也不對 然後呢 段落還被改了 換段儀條 栽贓根子 理論怎麼樣 理論 其規則清純 理論不雜 從沒有這個 所以網路上 古書有講一個 奇門無真 當然現在每個老師都講 他講的都是最厲害 最對的 我也自己講我自己 是吧 六任無假 奇門沒有真東西的 六任沒有假 為什麼六任沒有被廢掉 不是帝王之學 但奇門不讓你學 所以出了一堆偽學 而且 我不方便教紫薇 或不講紫薇 就是因為 跟奇門一樣 你們懂我的意思 但是我如果講這個東西 在台灣 台灣大概書架上 有八百八十多本 紫薇董書的書 我自己就有一百多本 我跟奇門一樣這樣去研究 後來我把這些全丟了 因為沒有真的 聽懂的答應 就在 我騙法名師到處 因為我是先紫薇 後奇門 我對紫薇獨有初衷 騙法名師 到處去怎麼樣 收購這些東西 跟他一樣 最後我失望 只能說我學意不經 沒有辦法看破紫薇董書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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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怎樣 這樣子研究 我還是覺得 我覺得都不對 這個方法都不對 也許我自己不夠 能力不夠 直到我最後失望的時候 老天幫我開了一扇窗 幫我開了一道門 我才知道 原來真正的紫薇董書是這樣 聽懂的答應 從回來 知道之後 我回來就把我所有東西都丟了 不看還好 看了就 就方向就偏了 我不能講 但是我在幾乎裡面有講 我只能講說 我個人淺薄的 不對的看法 也那個可能厲害很多 只是我都不知道 好不好 魚之落冠 怎麼樣 你看 結果搞到後來怎麼樣 我覺得看到這個部分 上窮必落下黃泉 這個 行越脆 行越磚 道越迷 力越精 所花功夫越多 越專心 十數年之雞窗 有沒有 就每天早上起來是雞窖 然後晚上呢 不睡覺熬夜 百月之心情 心智未肝 道順 就是發覺奇門遁甲 沒有一個可以用的 直到有一天三生有幸 有沒有 皆是偶來一個賣捕人 周廟封者 經以此道 謹出自製片語 則叫逼蜀本 大為詳盡 而且美少有矛盾 結果呢 天真子孫道仁 孫道一道仁 有沒有 哇 高凡清 高作清淡老人選口之河 開混沌之天 發起狼之蜜 就是怎麼樣 跟我用指揮一樣 突然怎麼樣 找到發現怎麼樣 開了一扇窗 這個就是情法 奇門民法的由來 所以當時這個知道出來 原來都是大家流傳在外面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法脈 只有知智片語 聽懂的答應 但是跟我們以前知道奇門都不一樣 聽起來又很有道理 所以那時候在江湖上知道原因 叫奇門民法 然後後來怎麼樣 竟然有古本 完整的一本古本叫奇門民法 所以當時 當這個出世的時候 台灣 有人出價台幣350萬 換算成那個人民幣大概多少 四八 大概八十萬人民幣 想要購買求得這本古本 奇門民法 聽懂的答應 所以這個最早期是八十萬人民幣 原來有古本 原來有古本 後來更恐怖的是 原來喬老先生龍湖三人有四本 完整的古本三本 哇 這有點像是江湖 學奇門燉甲裡面的葵花寶典 人人真額怎麼樣 想要得到 要出高價 一本而已 薄薄的一本 三百五十萬人民幣八十萬 我告訴你真法難學 你們比較沒有這種經驗 一分鐘傳你口決心法 要價這個二十五萬人民幣 聽懂的答應 就只有講一分鐘喔 講一句話 他教你一個工法 然後呢 花這個錢花嗎 花 結果被騙 聽懂的答應 你要被騙多少次 可能才找到一次真的 你有多少人願意想這樣做 所以訪道之難啊 簽你訪明師 去萬里求口決啊 這個三百五十萬 這個就是奇門民法 原來有四本 這個是第一本 這第一本主要在談單攻段 就是公位裡面的格局 這個格局呢 跟我們所知道奇門遁甲以前的格局 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 他有間隔 進退 舉例來講 丙下如果是釘 丙接著釘代表順利 丙下如果是霧 中間呢 有一個釘 代表丙不能直接連到霧 中間得釘過釘 代表這些事情去做的時候 中間會有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呢 看釘的公位 釘的公位就告訴你 你得經過 這如果是吉 OK 如果是凶 代表你這事情不能順利 要經過一番波折 甚至就是中間會卡關 這個有進鱸隔 退鱸隔 前間隔 這是所謂間 就是中間還卡了一個 如果這個公位中間這個比如說 前間隔 那有的是退 後間隔 這個叫奇門民法 跟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格局 每一個都有清楚的說明跟解釋 聽懂的答應 然後第二本眼相 眼神這個東西是屬於案例 這一本 第三本本來沒有這一本的 叫書藥 我可以跟你講 書藥叫中書 藥就是很重要 這一本本來是他私藏的筆記的 他不出來的 他本來不公開的 後來他要死的時候 把這一本也公開出來 所以我們的二十法決 就是奇門鈍甲的書藥 聽懂的答應 這裡面他不是二十法決 他是十二法決 有正六 正法跟奇法 各六個 一個是公位內 一個是公位間 得到這個號稱可以 悠遊於八卦九跟這個天地之間 六正法跟六七法 總共十二決 老師就是根據這一本裡面 把它擴充成二十法決 聽懂的答應 這個是他最重要的秘密 這一本最重要 所以叫書藥 這時候從我們開始要斷法 就禮法有趣 知道怎麼樣 有個步驟 然後最後一本 瓜囊 就是囊瓜 他這輩子所有研究的心得 這一本不能看 聽懂的答應 這本看了之後走火入魔 所以跟你講有可以看有的不能看 好這四本怎麼樣 二十法決 我們就是要講這第三本 所以台灣的老師有聽過我講 所以當時這本本來是我剛才講 不是三百五十多萬台幣嗎 結果老師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看到這一個 哇什麼江湖人士 人人真兒什麼東西 墨布怎麼樣 四窩肉珍寶 獎勵大堆 結果盜版商開始盜版 因為這個本來 台灣要求 開價要買 結果有人有這個藏書 這個藏書在誰的身上 叫王立軍老師 聽懂的答應 北京王立軍老師 他從小到大對這個東西都很有興趣 非常了解 所以他竟然收藏有古本 結果王立軍老師沒有賣 他不賣 他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應該讓大家所有都能夠研究 所以他就怎麼樣 把他捐獻給國家博物館 聽懂的答應 我跟你講所以王立軍老師我很佩服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竟然把這個東西嘉惠士人 毫無保留的捐出來 他沒有拿去賣 一本就350萬了 我告訴你 如果當時這個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錢 當時是吧 不然我想盡辦法 我四本都要買到 給我出 一千萬兩千萬 我都買得下手 是吧 捐獻出去 所以仍然現在開始 共開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當時在台灣的盜版 是賣四萬塊的民幣 我買不下去 好貴喔 我被騙太多了 我買來又不知道 搞不好我看不看得懂 裡面在講什麼鬼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是吧 因為被內捲 被割韭菜 結果現在怎麼樣 後來還有人在買了之後 再把它出版 變成印刷品 現在只要四百塊的民幣 聽懂的答應 從本來八十萬的民幣 現在變四百萬的民幣 四百塊的民幣 你看 網路上有啊 書店有啊 你會去買來看嗎 你知道它這麼重要嗎 你知道它這麼重要嗎 所以大部分人不試貨啊 結果老師一講的這個時候 台灣的秘密風水老師都去買 我的是金裝本 是吧 他們買的是瓶裝本 還白話本 就買了一套回去K 聽我這樣講的時候 哇 突然台灣缺貨 為什麼 都從大陸掉 奇門遁甲是講洋盤 但是它 是民間的用法 它是洋盤的轉盤 轉盤是裡面最 後來才出來的 比較少的 不是轉盤 飛盤 駿哥 奇門遁甲是洋盤拆補渠 用的是飛盤 飛盤是什麼 飛盤就是門 不是修身上度 即使經開 修門在砍一宮 第二個要排死門 因為砍二 昆二宮是死門 所以如果修門在三宮 第四宮不是深門 它是死門 因為一跟二 二排在一前面 它有八門再加一個門 九門 全部都用飛的 照一二三四 所以天鋒星的下一個 不是天瑞星 天瑞星不是順勢中排 是排 比如說你現在九宮是天鋒 那天瑞星 昆勒公天瑞星會排砍一宮 它是飛步 君哥有沒有聽懂 它是洋盤 起局是用拆補 然後呢 用的是排盤法是飛盤 起局法是洋盤拆補 好 我跟你講 結果我們這個台灣的秘密老師 都去買一套 那時候還集體訂購 而且更誇張是買一套 然後去影印 所以更便宜 有人說我要買原版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 放在書架上 感覺比較有分量 感覺很厲害 聽懂得打一 結果他們都回去看 看完了之後呢 看不懂 就算看懂也不會用 所以子齊老師想說 算了 那我來講好了 所以我就把奇門民法第三個 最重要這一本 變成二十法決 而且這二十法決裡面呢 如何去應用 實力是 因為這個這裡面沒有例子啊 只有民法有第二本有例子 而且這個例子裡面的案例 還不是用塑料 所以我全部幫你演繹一遍 就是你們今天所看的課程 聽懂得打一 然後把二十法決呢 怎麼運用 全部畫成只有一張紙 one page 所以我告訴你 老師對奇門遁甲也是有貢獻的 聽懂得打一 這一張 你們不用花三百五十萬 是吧 就是要送給各位的 二十法決 我看一下 one page 聽懂得打一 動靜忘衰損疫 然後沖河 進退沖河 進退沖沿 連俗形通過破夾罩 每一個 每一個損代表什麼意思 意代表什麼意思 像比如說這個沖 沖有代表三個意思 沖途對立爭鬥 在盤裡面有什麼符號 從 神 心 門 幹 神心門 掛 掛 全部幫你理出來 聽懂得打一 你這個 看一下 神心門 幹 這就是我們那天講的這句話 我看一下 我的menu bar 擋住我 趕快拉到跑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一張 重重之重 你以後斷絕 就是照這個 我們前面階段講的 行空勿迫事害還有深刻 那以後呢 你會去檢查 我把這個一二三步驟全部串起來 所以去找盤中對問車者有意或相關的符號 特徵有沒有看到 特徵有沒有看到 這裡寫二十法決 還有公衛之間的深刻 聽懂得打一 比如說你要換工作 前進還是後退 這裡面叫進退 那進退 裡面有進還是有退 盤裡面看哪些符號 比如說這個進退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進退 代表前進前往 所以公衛裡面有符號神是九天 心是天衝 門是商門 或者有馬心 公衛的話正為足 離公是什麼 代表離開 前掛 代表怎麼樣 出發 打仗是天 代表動 然後格局的話 物家庚 庚家屋職務非公 以家心衝隔 庚家人道路上行走 庚家鬼道路上行走 庚家庚誰必去 這全部都是該去 金董的打一 你這一張放口袋 你就直接看 你只要先問他 到底是這個是得失問題 那你就看得失 進退問題就進退 有沒有看到 旺衰 表示啊我這個運氣很差 什麼時候才會變好 我要衰衰衰多久 我告訴你 把一二三步驟 有哪些符號 哪些公衛 然後這時候教你 要疊相 要這個相義武法 要疊相 你就可以去疊相 全部整理成一張 攜帶帶的蟲 所以這一張 拜託你不要外流 剛把這個所有的複雜的 變成可以操作 你拿到這個東西 再加上我們的相義武法 如虎添翼 你發覺每個盤看得清清楚楚 脆口 直斷 我很有把握 聽懂沒 沒有拿到這個東西 真的不容易 你最後只看到一張 你就不知道這一張裡面 他過程是多麼的什麼樣 那我有信有沒有 三次去北京的時候 跟王立軍先生 老師合照吃飯 這是我 這是他 後面是萬里長城 是不是 不錯 在北京 他帶我去公王 和聲的廟 他們和聲的出家不是廟 余染其缺 普其敗獻 所以你們回去 買了情分兵法 磕頭 是不是貴 錢新物資 可謂變尾於千年之前 指南於百代之後 是吧 大有益於天下 所以我們要感謝龍夫三人 是吧 喬老先生 這個喬老先生 還有這個王老先生 是吧 王立軍老師 這個東西是他們的貢獻 我是由這樣才有機會 一虧其貌 因為奇門 斷過程很準 被人家這樣講 可是呢 如果斷吉凶成敗呢 好像還不如原來的普掛或幹嘛 就是因為沒有這奇門 這個斷法的二十法決 沒有這個東西裡面的 類似三傳四克 所以有了這東西 剛好補了奇門怎麼樣 的準確度 吉凶的判 你可以講的 喔什麼屁股上有字 什麼很厲害 哪裡都很好 可是我要問的是 我小孩考不考得上 這個生意到底可不可以做得成 有了奇門民法 它變成有一個 章法 有一個這個這個斷法 可以引領我們得出 導出結論 所以我跟你講 我自己在剛開始教的前幾年 還沒有這個大師班的時候 我其實也很困擾 因為我很多時候這個明明就是 這個就是結論一拍了電影的結果 透過奇門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我後來得到奇門民法 我告訴你 我花了三天把它看完 金董達一 兩到三天 兩到三天我把這四本看完 跟我當年一樣 除夕那時候五天 原來這樣子用 所以我就開始著寫這個 要怎麼樣讓你們用呢 現代人 對啊 講那個法決沒有用啊 你要會用啊 所以以終為始 我就把它整理成 這個一張one page 所以有一張one page 所以你們這一本講義最重要就是第二頁 四個步驟裡面的一個摘要 第二個就是這二十八決 我今天會給你們 這一張字 剩下的全部丟掉沒關係 聽懂的答義 全部就只有這兩張重中之重 啊 講是這樣講啊 人體會多少就看你們自己了 民間講的那個布局更酷 來跟你講豐厚其門 啊 這個一般人把它當電腳石 把它當做平板電腦 不知道我這個大事辦 因為看不懂就沒有價值 知道嗎 我正好看好讓大家看不懂 聽懂的答義 看不懂你就不會學了會 是不是 因為你不重視他 拿到保障你也不懂 你會去學一些奇巧銀記 是吧 奇巧銀記 這二十八決 所以我們就來講 我們直接看案例啊 還有什麼要給你們看 還有什麼要給你們看 好 先講他的母法最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時候後來變成我們現在世界段的班 所以我跟你講啊 我的體系我的來源最主要三樣東西 啊 櫻盤 櫻盤最主要的是借櫻盤的最主要是在這個獨下 為什麼 相義無法相義定位也是我自己開窗出來的 我最主要是說 因為傳統的羊盤都要背 櫻盤就是 其實他就是把它梅花化 聽懂的答義 梅花藝裡面 他看普掛的時候 他主要是中項法 六搖掛主要中禮法 我們其門是又有項法 還有後面的禮法 台灣受到內地的影響啊 段八字現在也加入相反 聽懂的答義 本來我們的八字還有的普掛 都只是比較重視什麼 只是重視吉凶結果 現在受到內地的影響 他也把相反拉進來 傳統語言來講比較重相反的就是梅花藝 他可以知道人事物是 他可以形容人事物是什麼樣 哇這常常會被人家嚇到 嚇到別人 那禮法通常是斷吉凶 成敗 旗門這兩個都有 而我這個部分比較受到硬盤的影響 是因為他就是 硬盤就是把旗門梅花藝化 聽懂答義 所以王鳳寧 北京王鳳寧 剛開始在講旗門頓獎的時候 他說取向直睹 你不用背格曲 因為他本來就是學羊盤的 他在了解羊盤的問題 或者量盤的機會點 因為這個人是非常厲害的 在市場營銷方面 他針對學羊盤很痛苦的地方 喊出幾個口號 取向直睹 你從此不用背格 起菊簡單 因為他把梅花藝的怎麼樣 起菊方法套入奇門蹦甲 他了解這是占譜 譜掛 所以根本不用像羊盤 算了半天搞那麼久 第三個他還加入怎麼樣 可以布局條理改變 聽懂答義 能算還能改 然後禮法這一邊的話 我是受到這個奇門民法的啟發 我後來完全把它變成 就是有的不適用的 我就不要交了 不要用了 那個已經走火入魔了 我要的是直接快速 然後又非常有效的 好 講解嗎 那這裡面來講 觀念的部分 像馬克力法 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來自於指揮斗數 所以你們聽很多名詞 是指揮斗數的 奇門頓甲你是聽不到的 所以形成我獨有的 獨有的體系 然後最後要把它變成 有步驟有條理 所以最早的時候是這樣 現在我已經變成是七個步驟 然後呢 他的戰法總學 每一個總學就像中醫一樣 他是有點像我們中醫裡面的 二元的辯證法 比如說 拆解這陽還是陰 有沒有我們講陽抗 虛不受補 是不是 中醫都在講這樣子 要變虛實 陰陽 什麼東西 這個 他的斷法 其實是有點像中醫的陰陽的辯證法 聽懂答義 所以二十法學兩兩一對 而第一個 跟第二個法學裡面的 就是動靜 這個是母法 一舉到手 奇門盤到手 先看動靜 因為動才會有力量 當這個動了之後 發動了 他就會對這個公衛一發動了 符號一發動了 他就會產生對別人去生別人 或克別人 有力量才有作用 才會產生怎麼樣 升克 最後才會產生什麼 提胸 所以 一開始你要了解 盤中之洞 哪邊是洞處 聽懂的答義 然後你所問之事 比如說六合 問 老師 我可以結 今年會結婚嗎 我什麼時候可以結婚 今年能結婚嗎 這時候六合入於洞處 代表六合發動 會發財嗎 深門入於洞處 代表深門發動 有發動 就有機會 沒有發動 叫做靜 叫靜悄悄的 這時候你可以跟客戶講 老師 今天我會結婚嗎 我 比如說今天網路 有人都傳言 誰跟誰 兩個人要結婚的 他是他女朋友 結果你這時候講 他說 問他他的媽媽 不會吧 他們沒有要結婚的樣子 因為我都沒有聽他們說 說起啊 靜悄悄的 有沒有聽懂 聽懂的打 叭叭叭 我沒有聽到有這個消息 我老婆的肚子靜悄悄的 一點動靜都沒有 那就代表沒有啊 聽懂的打一 我們斷 有跟沒有 最重要的 最有用的法學 就是動靜法學 動叫發動 發動就是有這麼一回事 沒有靜悄悄的 沒有六合在動觸 六合沒有發動 我沒有感覺到 你現在不是在問我今天會結婚嗎 我幫你看了一下未來 你今天好像六合沒有發動 好像靜悄悄的 沒有那種訊息跟消息 所以直接斷 不會結婚 聽懂的打一 預測就是在看動 你這個如果學過太極拳 你就會知道 一動分陰陽 一動要分虛實 所有的預測都在找動觸 聽懂的答一 六搖掛 普掛 比如說你現在問 我們之前有講七財 你如果問說 老師 別人找我和我生意 能不能賺錢 啊 財 所以用神找七財 升官找官鬼 這個就是你的用神功 這時候要看什麼 看動觸 所以會有一個動搖 這叫動搖 有動就有力量 這個動的力量 如果這個搖 它的五行 止水 去刻什麼 刻這個這個五火 所以這個動 就會把這個七財 給克制住 讓它怎麼樣 被受制 沒辦法動 所以直接講 不會得財 聽懂答一 所以最主要整個盤 都在看什麼 找動觸 因為這個動 來生你的話 代表你這個就機會得財 來克你就代表沒有 所以為什麼要看它 因為它有力量 它能夠會產生對於你 幫助你的 還是怎麼樣 破壞你的 聽懂的答一 這個點哪裡有問題 俊哥你問一下 你可以打開麥克風 老師 那天群裡面我也提了這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用神的時候 那個第三用神 就是比如說像你剛才講到在動觸 這個我聽明白了 但是比如說我問那個猴座 問六猴 問財 他那個就是動觸有沒有六猴 但是六猴他沒有在動觸 他就在外面 在其他的工位 而這個六猴工又很好 或者是這個六猴工又很壞 那到底這個時候是寶還是寶還是火 還是火 你看喔 找動觸 你聽我講 我們四階段也講過 如果你的用神 出現在動觸 這時候叫露群 它會產生急凶 如果它現在在近觸 它只可以取向 了解你現在問的是什麼事 它基本上來講 不扮演最後急凶成敗的主要原因 所以呢 接下來 又有一句話 一局到手先看動靜 有太極後有動靜 動有力量 有動了 它就會去怎麼樣 一旦它發動了 就像路邊的那個熬犬一樣 它在那邊睡覺沒事 它靜靜躺在那裡 西藏不是腸熬嗎 很恐怖的 或者一隻狗很兇猛 等它你去踢它 或它發動的 它站起來了 它就可能會去咬人 人量一補充了 它就得釋放 這時候對你幫助的叫做急 這時候會產生生克 生出你叫急 克你叫胸 最後會變成急胸後腹 所以呢 動靜是原因 產生生克充火 最後會產生急胸 那現在 又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句話 口學 很多老師都會唸 像我們學太極犬 也是像拳經學人 都會背 無其遺稱太極 太極聲兩遺是吧 拳經學人講 一動分陰陽 對不對 齊根在腳 主宰於腰 發於己心乎於手 都會背 問題你真的懂嗎 你會用嗎 你做得出來嗎 所以回過台講一件事情 另外一句話叫做 動觸有玄機 問題大家都會背 一舉到手 先看動觸 為什麼要看動觸 因為動觸有玄機 玄機在哪裡 不知道 還有哪裡叫動觸 金筒的打一 沒有啊 你找所有地方 都沒有人講這個啊 哪裡是動觸 齊門頓甲 你如果談別的都有 那你就要知道 這叫地盤 它是不動的 天盤 時間 它是在動的 金筒的打一 時間在動 時間 決定動觸在哪 所以你看六搖掛 日月 還有它起掛 要把年月日時 把時間來起初 動搖 梅花 那個時辰 起初動搖 所以你要知道 時間所落的工位 在啟門成為動觸 聽懂打一 我一步一步講 你們把原理搞清楚 因為這個非常珍貴 因為現在市面上坊間 都是滿盤段 根本第一個母法 為什麼要母法 沒有動靜的觀念 你現在長了一個火眼經濟 跟人家不一樣 一個是隨便亂套 湊答案 一個是你這個工位 開始會分成怎麼樣 跳出來這個工位 跟這個工位 剩下的部分 這個就是起初 三轉四課的一個過程 在九中門裡面 一個叫做課 遙課 甚至是遙課遠課 這個就是發覺 我們跟人家斷不一樣 是這個盤只是出來 這兩個就像塔羅牌 你抽這兩張牌 不用你抽 這個時空掛 已經幫你抽出來的 你的答案 在這兩個工位 在這兩張塔羅牌 不是裡面的78張 奇門遁甲的必定在哪裡 就是78張牌全部打開 比如說馬老師 是塔羅高手 三星高手 你今天問這個東西 他會根據你所描述 你跟男朋友怎麼樣 然後跟你講 你看我看這個工位 這裡有三個劍插在一個心上 所以你感情怎麼樣 喔好準喔 這個都是事後諸葛 聽懂打一 78張牌 怎麼會挑不出來 跟你有關的 因為奇門遁甲 就是把所有工位都掀開 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奇門遁甲的盤不能全看 他只有跟你 這個求策人現在發動的 他信念一動有關的 他對應起來的動觸在哪裡 而這個就是裡面的動觸 如果你所問的用神 像剛剛你問的六合 他落於動觸 代表發動的 那這時候這件事情 有著談 會發生跟六合有關的事 如果沒有的話 六合工位不看 先看動觸 剛剛那個誰問 來我們來討論 那老師就是說 那個六合工在外面的話 不管它好還是壞 都不重要 養一半 不管 所以學洋盤的 學所有奇門 第一個就是要破這一個 那還有一種情況 就算 你忍不住會去看 所以老師在上課 會只有畫一個工位 不讓你其他人看 因為這個就是六任的提取 你會受到摯愛 我明明跟他結婚不錯 只看日乾跟和乾 可是六合又空亡又急行 你幹嘛把他讓他入局 把他扯進來 你如果這時候去看六合 覺得這個要布局 那你就是自己在做局 你自己把六合扯進來 造成自己一個失害 你把六合拉到你自己身上 你幫自己布了一個六合會通亡 門破 急行的 然後接下來你自己再去解六合 這就是外面的人 現在在斷學奇門的方式 我沒有看六合公位 我跟高我講的時候 取用神就只有看洞促 只有看日食乾 高我給我的盤就只有這兩個 聽懂的答應 所以到底是因為六合真的有失害 所以到之你斷不準 或者故局沒有效 還是你自己本身就把六合拉進來 自己設立一個局 讓自己六合真的 然後你自己說 哎呀你看老師教的不對 六合公一定要看 誰是因誰是果 有沒有聽懂 沒有幾個人這麼看那麼清楚 我斷感情從來不看六合的 你沒辦法 你看了別的派別 或你學過別的老師 或六合就擺在你那邊 六合那個直覺印象太深了 他已經進入潛意識了 你現在想到六合有門破 你已經顧了一個局 你讓六合怎麼樣 不好 你洗不掉了 你的那個潛意識裡面的 後面的信念 你的怎麼樣 你的那個 你的擔心害怕恐懼 直伏在那邊 你現在就在練奏 你念經要十萬遍 用的時候只要一遍 你每天都在念 這個東西裡面 不管是外面的影像 外面的聲音 還是內面的裡面的想法 無聲之聲無影之影 我們上面都有一個手機 有一個攝影機 把這些全部會攝入下來 變成你的種子意識 他不會分這是外在的還是內在 你看到六合了 他就變成種子了 不一老師 我在談你的種子意識 金剛法則 種子法則 你看六合有門破 他就進來了 你就種下一個種子了 你等著那個因緣俱合 碰到這個東西 哎呀 結果這個六合你看有門破 我就是沒解他 結果剛好明天跟老婆吵了一架 或者他講了一句話不好 你看這時候種子開花了 下場你的潛意識 你都不知道人是主人 他可以選擇看哪個公位 他可以改變他事情 走勢跟方向 這個就是真正的法旗門 你沒有辦法離開局 跳脫這個局 不擔心六合 沒有辦法吃進去 只看動靜 只看日食肝 我告訴你 你就得又掉路 六道輪迴 又開始在那邊纏繞 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跟其他老師講 他們的觀念 是沒辦法改變的 我明明以前在開始開盤的時候 我就只有看一個空位 不看食肝 所以後面才開始有各種人派 什麼單攻斷 你跟那個貓玩影子一樣 自己弄的影子 自己玩的不利樂乎 剛剛是誰 是俊 是吧 來你繼續接著講 是誰 老師就剛才你這個 就是解開了我的一個困惑 因為矛盾的困惑 確實收穫很大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再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就是這個 有沒有可能他不入局呢 假設洞出沒有呢 就是這個六合也好 十合也好 我要看官升官 但是在這個洞 他就看不到這個來 沒有我想問的這個問題 看不到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 因為你的像法 在我們大 在前面幾個階段的時候太少 九天是升官 直服是升官 長生是升官 靈官是升官 這麼多 你都看不到升官了 那只有一個 你有把握嗎 你要跌相 你跌出來 就比例更高 請問我升官的可能性有多高 嗯 明白了這個點 我告訴你 我教課一定得這樣教 如果沒有入局是代表不可能 不是 都有例外 但是八成是這樣 你只要這樣死死的給我這樣用下去 你有八成會對 你一旦想要求一百分 那你全部都會亂掉 那你全部都會亂掉 所以斷盤變得很簡單 我在教九龍奇門講過 你們一定要把它分層次 不能夠完全混著看 動觸 60% 我以60分的把握 有直服你會升官 那沒有直服不升嗎 沒有 還有往上 還有其他可能性 我們是先求多少 這樣子 你可以跟他講 你有百分之 你這個可能 升官的可能性非常大 你這個東西難度很大 你這個部分也會升官 但如果你不戰戰兢兢 可能會有 這個翻車的這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我剛才跟你講 入局動觸 幾乎 比較有把握 你會升官 不入局難道就不升官嗎 還有可能 後面再講 所以我如果跟你講五條 跟剛剛我們講的取用中幹嘛 你會怎麼樣 你會五條傻傻分不清 我現在先給你鞏固了 這一條 你就用斷這一條 你有七八成會準 等你這個已經升更了 我這時候跟你講 你就辨別的出外兩個的差別 聽懂的答義 這個教學的部分是這樣的 我要先建議你 印象 我根據這部分指教這個東西 讓你不要有別的權重 等你根深蒂固 覺得一定只能動觸 我等到某程度來跟你講 不是 每一路動觸也可能升官 你這時候就會去看 那另外的情形是如何 如果我一口氣教五種法學 你就會變成五種永遠打混帳 我就讓你帶入漩渦 聽懂嗎 打義 他教奇門不好教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他為什麼是母法 你看人家這個書 你有沒有看到他為什麼 寫在第一條跟第二條 那就算你看了 裡面他會跟你講 什麼叫動觸嗎 你要自己去想啊 哦 風味 不動 那什麼在動 時間 所以年月日時 所落的風味叫動觸 聽懂打義 這個是我在教印堂 我這樣講 民法不是這樣看 來我跟你講 一年十二個月 一天十二個時程 所以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一個叫做主 一個叫做客 一個叫君 一個叫成 聽懂的打義 我們如果把一生 這個慢慢談到論命 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好吧 我們知道有十二第一次 有十二長生 假設你一天 一輩子 一輩子 有十二個階段 我們開始在談時空奧義 然後談什麼叫時間 一輩子有十二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出生 然後你現在已經怎麼樣 叫做靈觀 所以呢 這個一輩子分成十二個階段 我們把這一輩子稱為 生命的十二個階段 叫做一生 好了 這一生裡面有十二個階段 聽懂打義 這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一生有十二個階段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在靈觀 代表你現在是屬於 第幾個階段 長生 沐浴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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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階段 代表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指 醜 淫 卯 你現在是在卯食 你的生命 你就等於是這一生裡面的早上 叫做青少年 或青年 聽懂的打義 所以一天代表十二個階段 那你現在在哪個階段 由十成來決定 好 我現在進入一家工作 工作十二年 所以我進入一家公司的時候 日天干 我將要經歷十二年 那你現在是第幾年 你是第一年 剛進來 所以這十二年就是你的命運 你的一生 在公司裡面的一生 的發展過程 聽懂打義 還是聽不懂 我現在講動觸是年月日時 現在講日跟時 所以日干 代表一個起點 代表一個時空環境 而時干 代表是一個什麼 代表是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日干可以把它當作 指揮斗樹的命盤 你一生的記憶 每十年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在裡面 而時干像你的大運 聽懂我打義 日干公裡面就是你的命盤 代表你的總結 而你現在開始要在這個命盤 走十二個階段 所以時干是第一個時程 走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時程走第二個階段 這兩個都是動觸 這樣講好了 我們講工作 日干 代表 工作 你選擇了這段工作 而這個日干代表人 代表你的工作的運勢 這個日干是人啊 我的工作運勢 你開盤問說 老師啊 我想換工作 好 我說老師啊 我的工作運勢如何 你看打開盤的時候 看到日干 你這時候日干你就知道 我現在目前處的 運勢跟狀態如何 比如有人問我現在 或修門 我現在工作不起勁 我這個人就是不起勁 我現在被困住施展不開 我現在這個人怎麼樣 所有的你就把他問工作 就把日干當工作看 問感情就當做我現在感情運勢 問健康就是我的健康運勢 就是我這個人運勢如何 看日干 聽懂答義 就是我嘛 你問我嘛 你這樣問工作 就是我的工作嘛 你不要去看食干了 看我日干 你問我這個人 那他也代表 可以看到他 他的個性是如何啊 這個人天蓬啊 藤蛇啊 也可以看這個人怎麼樣 他的長相啊 天蓬啊 皮膚長得黑黑啊 反正跟我所有有關的 就是看日干 聽懂答義 那他畢竟 不僅是代表工作的運勢 還有我這個人 有沒有工作的能力 還有我這個人 天生的禀父 我的專長 我的能力 都在這個日干 他就像紫薇斗書的命功 八字裡面的日主 都代表人代表我 我的一切 我的個性 我的長相 我的能力 我的運勢 所以一個人有沒有能力 工作的表 工作的運勢如何 狀態怎麼樣 現在是衰 還是旺 是倒楣 還是非常運勢 非常旺 都看日干 聽懂的答義 那如果這個工位有直服呢 我有官運 入局 所以你這個日干 既看人 也看動觸 為什麼動 我就是想問我工作運勢啊 我都發動啊 這個盤 是因為有你才有這個盤 有你才有這個世界的 沒有你這個世界就沒了 聽懂的答義 整個牌是因為你才發動的 所以日干當然是動觸啊 而且日干是時間啊 那你問我有沒有官運 有沒有考運 我現在抽牌嘛 抽到這個牌 我就看有沒有官 聽懂的答義 看財運有沒有財啊 那你不是跟高我這樣子講好了嗎 我的規則就這樣啊 我會不會 我有沒有懷孕 有沒有天蕊啊 有沒有 小孩的工 小孩的天干食肝啊 我有沒有桃花啊 聽秉儀啊 天欣欣啊 看有沒有錄取啊 這樣子測是不是很簡單 我今天我在台灣還有那個襄林老師 襄林老師 是不是 我們有一個叫八門斷 史上最簡單的奇門盾甲斷法 準不準 超準的 有些學生因為學了八門斷 啊 入局太深 現在學別的反而都不 因為他覺得八門斷很好用 為什麼 就是只用八門 我跟那個男的有沒有結果 一戳死門斷完了 有沒有 沒有 聽懂我答應 這不簡單嗎 我跟他有沒有未來錦門 錦門代表未來光明 太棒了 你不是講完了嗎 你這個日干工就是這個工會啊 你這個日干工就動出啊 你幹嘛要斷五個三個工會 還要看兩邊的聲刻 又塞一大堆你就一個工會 我告訴你啊 小龍喔 這個人喔 是千千君子 這個人殺氣不夠 他人太好了 我告訴你 這個奇境轉域卡 是小龍獨自這樣子開發 我跟你講 他這個東西太棒了 我跟你講 那天拿去喔 我就拿個奇境轉域卡 就是學生下了課在那邊看那個奇門牌 啊 東說 東說有禮 婆說婆有禮 那媽吵半天 來 我說小龍你不是奇境轉域卡已經出來嗎 來拿一張 他就丟一張 我說你抽一張 你隨便抽一張 啊 八神的部分 是吧 九星 八門 我告訴你 他真正厲害 不是這個卡片 是教你如何用 來我跟你們講怎麼用 我跟你講你會愛上的 連我都覺得 哇靠 我都想要隨身帶一個 八神九星八門 天竿 是吧 天盤竿 地盤竿 是吧 啊 不管他工會 好啦 那個女孩子呢 就抽了 我說那你八神就抽一張吧 結果抽出來是指 來小龍 小龍你在不在 哈囉 我應該給你看一下指服 好了算了 不看了 好 我跟你講 他那個測感情 他老公怎麼樣怎麼樣 對他什麼他對 他看到的時候他就 抽了指服 出來了 小龍老師畫的指服 是一個將軍 然後手指在那邊 指了三軍的將士 我跟你講他大叫一聲 我告訴你 我老公就這樣 手指那邊 每次都叫我做什麼 那邊移指移氣 我看到他有氣 一步在怎麼樣 我告訴你 本來我們講符號 講數字都是左腦 講文字都是左腦在處理的 我終於騎門可以像右腦一樣塔羅牌 每個人 很多人不是沒有做一經 也有占卜牌 小龍花很多時間在搞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一圖勝過千言萬語 我以前跟人家客戶談的時候 談騎門頓甲 談感情 說你的日乾公在這裡 比如日乾公在這 你老公何干在這 你老公有植服 我要解釋半天植服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牌一出來 那你還是看到 對我老公就這個死樣子 沒事高高在上 然後手在那邊指來指去 對不對 要我幹嘛 要我那樣 我想到他就有氣 我告訴你 這個看圖片 我在那邊 客戶自己解讀 哇 你這奇面好特別喔 我老公就是這個死樣子 我告訴你 他自己解釋 他看了就有感覺 我在那邊符號講直呼 天蕊心什麼 講半天 天蕊心本來意思代表有問題的 那因為我們公衛裡面 代表人的身體 所以天蕊心在哪裡 哪裡就是代表疾病 在奇門裡面就 我告訴你 聽了都快睡著了 聽懂嗎 打意 我告訴你 你可以跟他聊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都要通神 我告訴你怎麼通神 用幼腦 就是用感覺 然後你左腦是理性 是文字 是奇門盤 右腦是符號 是圖片 他看著就像塔羅牌一樣 三個劍車上去 測感情 老師我心好痛 好像被劍插著 他一抽就這一個 我告訴你 你都不用講了 他開始眼淚就 啪啦啪啦就流下來 他開始就會有故事了 我心好痛喔 我告訴你 他有feel的 他是連接情感的 他是可以幫助你通神的 小龍老師在嗎 小龍是不是 身體不舒服 保訓休息 應該是掛線中 或者每次要 顧關他的時候 他都不出現 然後等一下不可舉 讓他出來 他下午有事 他下午有事 所以我跟你講 我去那邊帶著他 單攻段 抽起來 你可以抽第二個攻位 叫石甘宮 可以抽牌補牌 我告訴你他應用很多 他設計出來這個東西 他沒想 他有的東西 沒想到 我都已經想出來一堆玩法 我跟你講 那個 那個其實 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還沒有 還沒有玩 他們有在設計 排陣 這以後再講 好 所以我現在回過頭來 日甘跟石甘 有沒有聽懂 日甘是凍醋 我有沒有財 我有沒有 今年有沒有機會結婚 這個運勢 我有沒有財運 我有沒有感情運 我有沒有什麼 當然你現在有講過了 他不會只有六合 他還有天音心 他還有修門 他還有什麼 沐浴位 請怎麼打一 如果六合加天音加修門 你如果你看 神 心 門 十二堂的 進南 八個公位 八個公位 一個都沒有 我現在有神六合 有天音有修門 有沐浴 四個 然後你挑一個公位 二分之一 你連二分之一 五十分 這四個都不到你再變了 請問你會有官 有財嗎 剛剛那是誰 君 要什麼 再回來跟我對打 不妨你走 是誰 那是就我嗎 運哥 是不是俊哥 你這樣有沒有能夠接受 接受到了 你不是只有看 你現在日乾宮裡面 應該六合要進來日乾 所以 我為什麼接受民法的 九天代表出行 天聰代表出行 有的派別就是看九天 你看六合 來我跟你講一件事 再講一個 我要讓你們今天完全徹底接受 這一個 因為你理性上如果不能接受 不會視為理所當然 你以後還是會斷 就是潛意識沒辦法清理乾淨 我們現在最大差別是要找到洞促 然後看用神有沒有進來 因為奇門頓獎沒有人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是類神 而且他是多類神 因為我們是從第一圍去用高圍 因為六搖掛跟八字 他的官鬼 他的七才可能只有一個兩個 奇門可不是 神就有類似的 心也有相同符號 門 你只要講一個含義 問一個是 對應的符號就不止一種 聽懂的答應 那這時候就變成分歧 有人去看神 有人看心 有人看門 比如說今天做生意看生門 那有人看行業 看什麼行業 我搞的是醫院啊 我要看天內心啊 所以你在問的時候 有人怎麼樣 對於一個東西一個杯子 他有人取緣 有人取方 所以你用神不為一啊 聽懂的答應 因為他是全息啊 你說我要開醫院 我取天內心當作用神功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開醫院就是要賺錢 現在你們內地不是開醫院 都是為了賺錢 我要看我這生意好不好 請問天內心叫你不好 試害了一堆 生門很好 請問你敢不敢 聽懂答應 俊哥 對我說你怎麼辦 我跟他結婚 日乾跟和乾都很好 彼此彼合沒有試害 還有相同天蓋 六橫空王門破 請問好還不好 來 又和 這邊日乾 這邊和乾 你看 彼合沒有試害 兩公又彼此彼合 沒有試害 又有相同天乾 可是六橫又空王 又死門門破 請問你要不要結婚 嗯 兩半都這樣啊 他會挑什麼書上會挑這樣的 有沒有看到 有時候這邊開門 哎呀 日乾好 和乾好 啊 六和也告訴你好 哎呀 又來生他水好 他有沒有跟你講這兩個 如果矛盾怎麼辦 然後他用的公位還不只一個 為什麼越多代表自己很厲害 然後他去湊盤 湊到一個剛好都是 然後你回去用都不是 他永遠只會講他的一個 我就不了解為什麼這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大家都不懂 股票分析師我告訴你 股票分析師 我告訴你 測得準頂多三成 為什麼 因為他會告訴你 你看這個K棒怎麼樣 他用技術面跟你談 他談過去都會很準 因為他會跟你談技術面 如果技術面呢 談不了 他會再發明新的指數 MD指數 不行就是波浪型 反正他有一百多種技術分析法 總有一種適合你現在的情況 然後你會聽得好有道理喔 原來我學的不夠 我的技法不夠 原來這個東西我沒有 可是下一次這個案例 他這一條不會講 他會講另外一條 風水也一樣 派別指揮斗數也一樣 現在一百多顆星 聽懂我答應 總有一個 你沒有我再創一個派別 好啦 終於技法談不了 我談了這個要看籌碼面 這個要看基本面 這個要看消息面 幾千條過去都一定可以解釋 但是只有那個案例可以說明 你這次的情況 就是怎麼樣 得用別的 所以他永遠有故事可以講 然後這個公位裡面的 所有的公位 永遠都 所以我告訴你 光測感情 指揮斗數 感情的怎麼樣 斷絕就兩百多條 我告訴你第一個 我學不了 我沒辦法知道 我只要有一條漏卡 沒背好 我就學不好 而老師教了一二十年 他永遠有辦法找到一條 你沒看到的 而能夠解釋得好像很完美 等你回去了之後 才去應驗 哇靠 當時指揮斗數裡面 我都在破 我整個桌子都是 什麼招手澄清 桃花的時候看哪一個 我明明我結婚那一年 全部都沒有 如果我學了那麼多 連我這一輩子裡面 重大發生的大事 比如說我破財 我積婚後請家蕩產破財 負債連連 我感情為什麼 我結婚哪一年 我爸爸為什麼過世 如果連這幾個大事 我找所有朋友的盤來來驗證 然後看他的理論到底對不對 我才發覺 一個門派又一個門派 讓我失望 這樣聽懂沒 要過我這一關邏輯 沒那麼簡單 要入我的眼沒那麼簡單 你只輸可能是你的問題啊 還是大家的問題 可能是只有你一卡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們就看有沒有錄期 有直幅 有九天 這個完全是要倒過來想 有太陰 沒有一個錄這公位 拜託你總共有八個公位 現在呢已經有三個了 八分之三 八分之三是多少 八四三色 欸 快要五五波用猜的咧 四成的機會都沒有進到 有直幅九天太陰 那我跟你講 那你還說你考得上 聽懂的答應 那你今天來講 有人只是看直幅啊 有人看九天啊 有個太陰啊 好啦你這邊日干公布很好 九天的公位 植物的公位是又空網又入部 請問你看不看 那有人看九天啊 升官啊 有人看太陰啊 所以我告訴你啦 老師都試過了啦 真的老師都試過了啦 每個老師來講我都可以跟他講 他哪裡有問題 他斷法 我只是因為同行不想講 聽懂的答應 我眼睛都看了我就知道 我馬上可以去取另外一個盤 叫他斷給我看 你這個你怎麼斷 我一定可以找到大大矛盾之處 我們群裡面也有是大師老師的啊 你可以聽聽看我的看法 所以動觸 動觸就是時間的地方 那沒有動就是沒有發動 動觸不一定就是好哦 六合入局在日干公時干公 代表可能 如果有事代表他可能會離婚哦 聽懂的答應 有動觸會發動 但不代表 動觸代表有 不是動觸代表沒有 動觸代表佔有空間 有這麼一回事 沒有動代表他不佔有空間 沒有人事物 有動觸代表入局 有這麼一回事 可是他不代表急凶哦 因為他可能空亡哦 可能門破哦 可能急刑哦 所以入局有動觸代表有 深門 可是可能破財哦 深門門破 所以斷有跟無 看怎麼樣 有沒有錄取 有沒有在動觸 老師喜歡這樣 為什麼很簡單 你問財我就看日干有沒有財 你問官就看日干有沒有官 聽懂的答應 然後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覺 你們自己斷了一陣子之後 會覺得坐實的很嚴重 因為就是你今天跟高我預測 我用這套規則 請你用這套規則 就像我丟銅板正面代表 要去吃火鍋 反面的話 今天就吃面 到底我要吃火鍋還面 當你發出這樣的請求 高火聽到了 等一下丟銅板下來 正面就是吃火鍋 反面就是吃面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定好了 以後就照我們這個方法去斷 聽懂的答應 所以這整套預測體系 是老師結合這些東西 一方面也是修正跟設計出來的 就是日干工有沒有入局 六合工位我不看 因為誰入到日干 看哪一個 以根是合格 聽懂的答應 俊哥 因為你如果入局這裡面不是只有六合 以根 他是用天干來跟你講六合這件事 合肝就代表跟論感情有關的事 或合夥合作 所以以根空王跟六合空王是一樣的 一個是用神的方式的符號告訴你 一個是用天干的合格來告訴你 這兩個都代表合 所以你們現在要看到 日干有這個 他可能從神 從心 從門 來提示你 是什麼事 那如果裡面有兩個叫雙向 三個叫三向 百語力就越高 所以你看喔 簡單 犀利 直接 沒有矛盾 你只要相信他 聽懂的答應 所以呢 時間就要動靜 而年月呢 是比較長遠的 日時是比較近的 所以 你看兩個工位 八個工位有兩個工位 然後還有支付什麼一大堆 那麼多 還不能夠落在這兩個工位日時干工 那我跟你講 那你還說你有機會 你就跟抽牌一樣嗎 我抽一張紅的代表我會升官 黑的代表不會升官 有沒有紅黑個50% 你抽三次 全部都是黑的 我告訴你已經 展進街裡告訴你不會升官了 我們這個比例 機率照機率來講已經夠了 知道嗎 日時干工 先看日干占70% 看看有沒有入局 沒有入局看 時干有沒有機會 第二次機會 那時干有入局的話 看他可不可以來生日干 沒有試害 有沒有聽懂 你就不要去多類神 你有的人找九千 有的人找植服 像那個陽盤最好笑的 不要講最好笑 這樣講不好 就是說 移師走師人看什麼 你要背喔 第一個 背什麼 走師人的用程是六合 聽懂的答應 跟那個六搖一樣用七材 你就看六合這個工位 可是有人是用什麼 年乾 有人是用年命 我跟你講 你看這三種用程 請問哪個對 那有人就很聰明啊 我告訴你啊 我直接講名字 不吹牛 不吹牛呢 他把這些所有派別整理成一個 有T系的SOP流程 他把過去整理出來一條路 我告訴你 那陣子在流行一陣子 有人買到了 以為葵花宝典 視為蒸發 我看了之後 我就搖頭了 我就知道完蛋了 聽懂的答應 現在還有人把這個啊 講義啊 去買到版的 或網路上還有免費的 可以下載 你別看 你看了你就毀了 他就是想說 你有人用年命 有人用日乾 有人用六合 請問在什麼情境之下用什麼 我告訴你 那是做功課 那是儒生 儒生裡面 在家裡面 自己怎麼樣 不一定有實戰經驗所搞出來的 他幫你整理好筆記 但是真正在實戰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舉個例子 六合走私的用神 看六合 兩盤 第二個 如果對方是迷路了 像八八獅子 用的是玄武 當用神 看玄武的功位 如果他是刻意躲藏 你們吵架了之後 他躲起來了 不理你了 用渡門 來 八八走私 我怎麼知道 他是六合 還是因為走錯路了 回不了家了 迷路了 還是因為他昨天跟我吵架 他離開 離家出走 請懂的答應 你這三個工位 三個方位 三個地方 三個結果都不同 請問有哪一個 這第一個 因為每個切入點不一樣啊 冰塊可以是用冰 比溫度 比硬度 所以奇聞才這麼亂 那我們怎麼做 八八年肝 我們找人 又是四柱 又是凍促 代表八八出事了 然後我們 再把陽盤的這些符號 不拿來當作定功位 我們是拿來當作獨像 八旋武 年肝旋武 八八迷路了 八八六合出走 不只一個人 結伴而行 對我們八八怎麼樣 藏在不容易找的地方 刻意躲藏 聽懂的答應 我們不把原來陽盤裡面的符號 解讀相義 近處可以讀相 結果他們把這個讀相 拿來當作怎麼樣 當作洞促取用神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 我們的六搖掛 我們的譜掛 我們的八字 明清之後的 都是用 第一維的角度 現在知道的奇異門出來 就用第一維想去駕馭高維 用低維的方法 偏偏把高維降維變成低維 設定好死的用神 聽懂答應 所以告訴你 我講那麼多時間 把觀念給你講透 為什麼定位定向 然後看有沒有錄取 再來中觀能比 所以天機長魚洞促 好 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陽盤用的是指輔跟指使 轉這個飛盤旗門也用符使 還有石干弓 飛盤是用這個東西 有沒有錄取是用這三個崩位 這叫做 這等於類似什麼 他們叫做 叫什麼 突然太久忘了 他們本來叫做五處 三什麼五處 三轉五處 或三什麼五處 所謂三就指這三個崩位 他把有我們的用神 有錄這三個崩位的稱為錄取 聽懂嗎 達一 老師教的音盤是有禁念願日食的 而且甚至砍一半 我只看日食 日干弓 跟石干弓 叫做洞促 看有沒有錄取 可是 飛盤這個奇門迷迷法 為什麼用這三個呢 其實 一樣的 聽懂嗎達一 因為這也是時間 這個呢 你願意日食是十二分法 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一個指弗 有十個指使 因為一個巡 有十個 指使 聽懂達一 指弗 有六弗 為六十甲子 這個弗就等於一天 一日 他這一弗有十個時 每個時 是一個時程 這個是 因為奇門遁甲仲天干 是五天為 一個週期六十甲子 所以他用 符時 就等於是日食 只是這是十分法 一弗等於十個時 一弗等於十個時程 所以會分成六巡 而這裡面呢 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所以六十甲子 變成六五天 所以五天十二分法 跟六巡十分法 所以指弗 只是名稱不一樣 時間單位 名稱叫的不一樣 符始等於日食 他就是動促 聽懂的答一 給各位看一下那個當時的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跟那個內地你們垃圾 不知道有沒有分類 現在的奇門遁甲跟垃圾桶一樣 什麼鐵罐的啦 紙張的全部倒在一起 符始日食 還有什麼年命用的 全部是一個大垃圾桶 然後呢你在看網路 還是你自己去找老師學 他們也是這樣子看來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每一派別 每一個東西的用法 它的原流為什麼要那樣用 就鬍子眉毛一把抓 垃圾不分類 看到什麼用什麼 這個不行就改那個 然後甚至門派怎麼樣 來看一下大師般的 符始 有人就學了好多老師 花了好多錢 跑來問我一句話 他吵了他 甚至為了這個東西 專門在研究符始 然後呢 職務職 結果我一句話就跟他講完 講完他說 哇靠 老師早知道要問你一句 我就不用花兩年 一直在研究這個 還找了很多老師 然後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聽懂的答義 這就是觀念而已啊 你只是他那個樣子 長得不一樣啊 來看一下這個 來 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糟糕了 現在去學了 有人學了羊盤 有人學了飛盤 又學了銀盤 三個一起弄 搞不清楚就跟針灸一樣 啊這個 這個咳嗽啊 咳得很厲害 啊或者是學中醫 這個肺咳得很厲害 老師教我 自咳嗽 有肝咳 思咳我分不出來 啊管他去死啊 所有咳嗽藥全部給你吃 反正吃死你個少一個 總有一樣重 所以他把十幾種咳嗽藥 所以針灸也一樣 哇全身扎滿了針 反正跟這個有關的時候 穴道給我砸一遍 聽懂的答應 好厲害喔 他好厲害喔 連這個也砸那個也砸 就是這樣 搞不清楚 這個你看喔 這個是十個時辰 十個時辰再換另外一個時辰 當你開盤是根虚死的時候 他是甲成人羽 所以這個叫做 扶直扶 直扶甲頓於冷天干之下 所以直扶的公衛 甲的公衛 冷天干的下面的公衛 這個公衛 就像我們的日干公 而直屎門剛好走到虚死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五步 直屎門的地方 就剛好是根虚死的地方 所以這個一樣是洞促 直扶跟直屎 腐死所落風味都一樣 只是這是十禁字 我們是用日食八字十二禁字 這個都是洞促 那所以有人就開始看腐死 有人看日干時干 還有時干公 所以全部都洞促 那你還分什麼洞不洞 聽懂的答應 我告訴你這個還是 這個還是大陸十大奇門高手 出書還出很多 我都不好意思講是誰 後答案寫一寫 哇靠真厲害 七歲怎麼樣溺水 腳卡在石頭裡 九歲怎麼樣斷你一身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是有市場 聽懂沒 我們師兄找 我就有認識一些朋友 專門找高手去那邊跟他學的 他們就是那種癡 跟這種朋友交往有個好處 就可以問他 你去跟那個老師學的結果怎麼樣 哇靠你怎麼要臭罵 我說為什麼你怎麼那麼生氣 然後他就講了一堆 好好我就知道 我就不用白花錢去走這個冤枉路 有沒有 所以回過頭來 明法把指伏指使還有石甘功 當作洞促 然後把你想要比如說求財當生門 這叫用神 還有你這個人叫做年命 年命功 用神功 指伏指使石甘 他稱為武促 然後呢 這個有沒有錄取 用神有沒有到這裡面 看有沒有錄取 只不過他用的是浦石 那我們用的是日甘跟石甘 聽懂的答應 這個都是洞促 因為時間是洞促 所以你們現在是 幾乎沒幾個人知道 一局到手 先看洞促 洞促有玄機的玄機在哪裡 這以後修仙修煉也是這句話 會發動 玄關一翹 洞促有玄機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洞促 時間在動 時間是一種洞促 那玄機在哪 看洞促 看用神有沒有落於洞促 有沒有發動 12點40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案例 我們今天要把那個二十法權 每個都講案例 好我們一樣 今天一樣兩點回來 這個我講得很清楚 這個微信可以自己看 好我們兩點回來 大家等一下 好 大家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對 我們先進來看 我們今天